志工持续的在海地进行发放的工作 顺利的如期举行 同时还得到当地台商的鼎力帮助 可以帮忙后续物资的打包 另外面对即将来到的海地雨季 慈济人也赶紧协助募集塑胶部 还有应急的帐篷 透过视讯传回来的消息 海地慈济赈灾团持续进行的发放都顺利如期举行 而慈济志工同时也得到当地台商 刘先生的大力帮忙 预计协助后续的发放还有物资的打包工作 因为得利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安全上的维护 此际志工在美军指挥官前来参访后 也把握姻缘提出前往美军区热食艾洒的规划 也获得指挥官的高度支持 在当地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那我们要继继续在短中长期都要很用心的往前走 那感恩海地的团队在进行工作中还是同样要细心 另外联合国就在单位不断地公开呼吁各界提供塑胶部 来帮助海地民众度过即将来临的雨季 慈济志工也赶紧透过全球慈济人的协助 引力募集中 不眠不休的付出和用心 都是希望真正帮助海地灾民早日远离苦难 待新闻进入郑盛民国家华联报导